东汉杨家元年 小丽董君雅在影川生下了一个男婴 他给这个孩子取名为董卓 这个少年长得眉眼粗犷 见说有力 几年后 董卓随着父亲回到了农西 从此开启了自己的西凉岁月 村野务农的少年手握项羽的一刃 默默立下尽忠报国的志向 在边塞的狐风魔力下 这个杀牛戴克的游侠儿正在声名雀起 为了一血一族侵扰的耻辱 他血洒沙场大破胡奴 董仲颖的名字正是载入公府的羽林册 永康元年的腊月 叛乱的枪人进犯三府威逼汉庭 君司马董卓率军出征大破枪敌威震一族 一心报国的青年将领将朝廷赏赐的九千匹奸 全部分给下属兵力 这一年的董卓三十六岁 此后的董卓即将淹没于幻海 直到十六年后一场大混乱的爆发 公元一八四年 走投无路的贫苦农民在巨路人张角的号召下起兵造反 他们砸州府 灭豪墙 辽原之势燃遍全国 五十二岁的董卓很快便接到了朝廷出征的命令 然而大破胡人的董中郎却攻不下一群鸡肠碌碌的农民军 当年八月 他被罢去了所有官职下狱论死 直到大赦天下的到来才得以活命 刚出狱的董卓便又接到了出征停判的命令 公元一八五年的一个寒冬 五十三岁的董卓在扶封美扬大破叛军 六路汉军讨不沉 唯见董卓全失悔 四年后 灵帝的驾崩成为了董卓命运的转折 在何晋与袁绍的授意下 观望局势的董卓落下死旗 率军进京 他在北芒山上救下了惊慌失措的天子 正式掉入权力的谜局 田间庚野的少年终究还是成为了威震朝野的权臣 这一年 他费力皇帝 搜刮财物 奸淫妇女 无恶不作 人性的阴面被他无限放大 年近花甲的老人彻底沦入痊愈的迷哭 在袁绍的组织下 关东诸侯的大军浩浩荡荡地入关法董 头脑发昏的董卓火烧洛阳退守长安 在穷途末路上演着最后的狂欢 他修物宝 土百姓 绝坟夺产 声不携淫 从一个血洒沙场的少年猛将 沦为恶贯满盈的独裁权臣 抬手只有恶龙墨 不见曾经少年狼 公元192年的5月 长安工程的气氛一片肃杀 在王云等人的设计下 维获天下的董卓 惨死于吕布的几下 千里草和青青 十日补不得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